Hello 大家好 我是Vick 我是Samanva PTS Steel Shop有很多槍帶款式 但每一款槍帶都有可取之處和不同的地方 簡單介紹每一款槍帶 在有pack的情況下有哪幾個牌子會比較好用 我自己最喜歡剛剛摸過是這一款 這一款是Shure Grip Sling 它是HIGH SPEED GEAR出的 其實它的設計都很漂亮 但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後面這個槍 是 不知道你們在影片中能否感受到軟的程度 有點像退而貼 是 是嗎 而且它的物料和紋做出來是一個防滑的紋 沒錯 其實它放在這裡已經可以絕著 你看到我肥然衣服 它已經是 不會動的 絕著 所以 這麼厚的口袋 這麼防滑的物料 放在肩膀上 揹著槍是一個很舒適很舒適的選擇 沒錯 加多一點點滋擾性的東西 其實它本身這條HIGH SPEED GEAR Super Grip Sling 就是一條雙點式的槍帶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玩開箱點式 都會知道 就是它前面一定會有一個扣在這裡 當你在收槍的時候 就一定會用一個最快捷的方法去收買 所以其實在這個位置前面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尾仔在這裡 當你不舉槍的時候 如果你要放鬆的話 你就可以去射擊 如果你不用的時候 把它拉起來 就已經是貼得很貼服 很方便 沒錯 令到你不會走動的時候 或者走動的時候 不會太容易飛來飛去 影響到你們自己的運作 嗯 還有這條窗帶 是一吋的窗帶 基本上很多窗都是用到下去的 沒錯 又或者你本身不同牌子的扣 都可以用到下去 那扣的方面 稍後再說 好 這條Sling 顏色就是黑色 還有沙色 兩款可以讓大家選擇 好 那介紹下第二個 這個好像你經常用的 是啊 這個我介紹 其實這條就是 Mapool的MS-1 Pad Sling 其實Mapool這個系列裡面 它分別有很多不同的模特兒 例如MS-1 Sling 或者MS-3 MS-4 或者MS-3 QD Sling 其實它這隻的特別之處 就是它在一體式 一體式之餘 它還有在肩膀的位置 在肩膀的中間位置 它會有一個墊在這裡 這個墊的話 是比High Speed Gear那個 會略為薄了一點點 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它這麼薄的話 你不會這麼壓榨 令到你更加容易 在走動的時候 或者上窗的時候 會更加舒服 利用一個比較高級的 尼龍的物料 加了一個防止撕裂的塗層 在裡面 令到它在條帶上面 會更加滑 還有當我好像剛剛的 High Speed Gear那樣 做收窗或者放窗的時候 會更加舒服 沒有那麼壓榨 就是這樣 好了 都說到剛剛收窗的情況 即是這個收放扣 其實High Speed Gear 你看到它有個尾巴 凸出來的 但是Mac Poo 在Gen2那段時間開始 就已經轉用了這款扣 平身貼服一點點 這個其實的好處就是 走動或者轉角位的時候 就不需要用兩隻手去拉 沒錯 一隻手拉就拉到 還有第二件事 就沒有那麼容易勾住 因為夠貼 還有一塊個 原來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它將條帶變了一體化 好像比較耐用 不會有另一塊塊在磨來磨去 其實就比較 我猜內用程度應該很高 都高的 沒錯 顏色方面 顏色方面 有黑色 沙色 灰色 再加綠色 四個顏色 大家如果喜歡什麼顏色都可以配搭 下一條要介紹的 就是這條Blue Fox Gear UDC Patterns Link 其實最特別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兩邊都有一個橡筋位置 橡筋位置有什麼好處呢 阿肥你可以說一下 橡筋位置 會有彈性 這個彈性的話 可以方便到一些 玩開衝鋒槍 或者短槍的朋友 去做一個調整 因為其實每一把槍 都有一個距離 距離 或者叫手感 例如我們打遊戲 我們都不想把槍這樣長 都想找一個最舒服的位置去做 所以我們都會設定槍帶 是剛剛好 我舉出來的時候 我會是 一來我一舉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紅點 二來我放下的時候 它不會掉掉肥 其實這個設計比較方便 那麼多位用家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 設計上面 可以給你較長短的扣 給你做一個調整 第二 當你調到剛剛好的時候 我上面這個橡筋位 就可以讓你舉槍的時候 就剛剛好 沒錯 我只是拉多一點 這樣可以做到我想要的 而且也不會影響到我自己放下的時候 會有搖擺的幅度比較大的情況出現 嗯 可以見到其實它的頂位 即是肩膊背帶的位置 其實都是有一個比較厚的扣 就這樣看應該有半CM多一點 半CM 差不多1CM多一點 對 其實這個扣都算厚 如果你揹著一把衝鋒槍 再放在肩膊 其實都是比較舒適的 即是感覺 對 其實這條帶 屬於一個單點式的Sling 大家都可以見到 它只有一個扣 這個扣是比起坊間的Sling 扣是再小一點的 所以就很合適 扣在衝鋒槍上面 對 或者你有任何一款 小一點的窗扣都可以用到 嗯 對 例如NB5 或者AK 或者SCar 那些類似款的窗戴扣 都可以用到 都可以用到 還有它最貼心的位置 是它有一個橡筋位 在這裡包住我們的扣 其實包住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你把扣扣到窗後 其實有時候我們動動的時候 很容易會刮花枝窗 沒錯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橡筋套 套著扣 就令到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扣是不會刮花到我們的窗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原因 好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例如傳統的窗戴扣 都會很擔心一個問題就是 玩一下的時候 讓它開了的情況下 掉了那把窗戴扣 而這條橡筋套 就可以做到一個保護的作用 我加進去之後 我就算扣 勾到那把窗戴扣 爛了 它那個橡筋套 也可以做到一個保護的作用 保護著它不會令到 那個窗戴和窗分離 嗯 就是這樣 好 這樣講完窗戴了 我們講了三款 現在要講一下配件 沒錯 桌面上都有三款的小配件 不如先講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Buvoskia的U-Loop 其實它這個好處就是 你看到 就這樣一條圍牙抖出來 怎樣扣下去 穿下去 再由Sameva示範一下 然後再吸下去 再拉下來 其實已經很穩陣 基本上是不會跌的了 沒錯 可能阿肥稱著我 都不會斷的 沒錯 其實這個設計的好處 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 夠幼 夠幼 而且重點是 坊間不是窗戴都可以用到窗戴扣 例如有些窗戴是沒有扣的 或者沒有WELL的 它就需要類似用到這些威亞式的窗戴扣去輔助 像我現在手上的這把 我的設計就是 將U-Loop直接放在WELL上 其實好處就是 我不需要特意在骨頭上 再加任何一樣東西 去影響到我自己 之餘 還有省錢 就是這樣 省錢很重要 這個款式會有紗色和黑色 就是這樣 你可以選擇個人喜好 想怎樣組裝 下一個就是要說這個 QD Slim Play 好 其實這個QD Slim Play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整個都是由CNC去製造 中間的位置 經過不受降的處理 中間這個位置 動得最多的位置 就會比較耐用 耐用一點 沒錯 而且比較Smooth 就是比較順滑一點 這個是一個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的QD扣 舊的版本是一體過的 連同扣是一體過的 CNC這樣做出來 現在這個是分開了 裡面再放了一個 不受降的QD扣 令到當我要放一些 sling扣下去的時候 的時候 我可以很暢順地做到一個轉動 轉動 因為舊款那個 就會比較卡 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會改善 改善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坊間上面 任何一款 例如Mapool 或者我們自己出的 PDS版本的QD扣 或者Bull Force Gear 出的QD扣 都可以用到這個slingpad上面 就是這樣 好 最後一樣配件 好 現在就介紹一下 Mapool的窗戴扣 其實這個是RSA的窗戴扣 分別是一個RSA 一個是QD的RSA 其實這個窗戴扣 是為甚麼用呢 為Mapool自己的PWC用 而旁邊這個 就是QD的 坊間所有的QD扣 都可以用到 例如Mapool自己的QD扣 QDM Bull Force Gear 或者PDS 都可以放進去 它的好處 它的用法是怎樣 好 麻煩 扣在這裡上面 沒錯 就像我這個 這樣 放在上面 要扭開了螺絲 然後分開兩個 然後蓋在一起 再扭緊螺絲 所以它是很穩陣 不會掉出來的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設計的話 就會比較方便些 本身好像很短的窗 例如MP5、MP7 那些款式的窗 有些朋友想用到 2-point 或者它覺得 那把窗上的 那個Sling的扣 夾不到 或者用不到 它想要的窗戴 就會在這個WELL上 用回自己想用的窗戴 沒錯 如果大家對今天 介紹的窗戴款式 或者窗扣的款式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上我們 PTS Steal Shop的官網選購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去Facebook 或者IG 找阿肥問清楚 先好落單 是 好 那我們下條片見 好 拜拜